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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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作者呀 刻画的塑造的个性非常鲜明 那她的性格我们值得研究 值得对比 针对这个《甄嬛传》啊 我呀 说说我的看法 这个中宫皇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性格特征 那么中宫皇后的第一个性格特征就是表里不一 她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她本来很讨厌这个华妃 很意外华妃 但是呢 她又表现出处处维护华妃 还挺顾全大局 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 给人感觉表里不一 对于说的和心里想的大相径庭 是这样一个性格 那么皇后的第二个性格特征就是隐忍不发 她非常有忍劲 所谓小不忍都乱大谋吧 我估计她是这样想的 所以呀 即使华妃累累向她发难 即使华妃害死了她派去的卧底斧子 那么中宫皇后都表现出了顾全大局 也就是隐忍不发 她认为时机没到来 所以呀 很能忍 不是一个马上就爆发 一个个性十分张扬的人 还不是 那么皇后的第三个性格 就是拉帮结派 玩弄全谋 她是一个 在后宫之中 虽然不挑起是非 但是却拉帮结派 比如她拉拢齐妃 目的是为了控制红石 她是有目的的 因为齐妃有皇子啊 红石啊 为了控制她 就拉拢齐妃 比如 她拉拢安玲戎 目的是为了让她牵制甄嬛 你看她 非常有心机 拉帮结派 这哪是母仪皇后的作为呀 那么同时啊 在皇太后 在皇太后并重 并威之际 她又利用了一把太后 让太后下遗址 不许废后 不能废掉她 不管她犯什么错 都不能把她废掉 拉帮结派 玩弄全谋 极有心机和目的的一个人 那么第四个特点 就是手段 阴狠 这个中宫皇后 她先是 害死了 纯元皇后 这个纯元皇后 我们一直没看到 是吧 被她害死了 害死纯元皇后 那么接着呢 她把自己的身边的人 斧子 作为卧底 派往华非 那个地方 最终啊 这个斧子啊 就成为华非和中宫皇后的 斗争的牺牲品 都用死了 那这就是我们啊 在甄嬛传中 认识的这位中宫皇后 表里不一 手段残忍 功于心计 拉帮结派 是这样的一个人 全然没有母仪天下的样子 甄嬛传中的皇后 表里不一 功于心计 而历史上真实的雍正帝皇后 却与她大相敬听 敬请关注雍正和她的甄嬛们之 母仪天下费后 电视连续剧甄嬛传 改编自小说 后宫甄嬛传 对于这部电视剧的走红 有人评论说 甄嬛传将一个 人本虚构架工的宫斗小说 成功地落架到了雍正朝 派依托真实的历史氛围 和人性脉络 将一部反映后宫斗争的宫廷戏拍出了正举法 然而也正是因为她的正举法 人们总是自然而然的 想要将剧中的人物和她在历史中的原型对号入座 那么甄嬛传中 这个功于心计的皇后 是否有真实的历史原型 正史中雍正帝的皇后 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雍正的中宫皇后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这样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在雍正的后宫立足呢 怎么能够带好后宫 带领他们服务于雍正 为她这个传帝子孙呢 是做不好这件事情的 所以我们还是依据史料 来揭开雍正帝中宫皇后的神秘面上 首先我们在翻阅史料的时候发现 雍正帝这位中宫皇后 她出生于名门之家 那么后妃她的家世高还是低 这件事情其实皇子们是做不了主的 就就拿雍正皇帝来说 自己能对自己的婚姻做主吗 不能 做不了主 由谁做主吗 那么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作为皇子 雍正的妃嫔 要由她爸爸康熙皇帝做主 但是康熙皇帝并非全部做主 而不给她自由 那么他们的嫡妃大老婆嫡福晋 那么由皇帝做主 皇帝说了算 其他的还是给她自由的 那么你们要娶一些小老婆 侧福晋 那些个自己去选 自己去找 忠义的 但是嫡妃 嫡妃福晋 大妃 一定要由皇帝来做主 这个是不能动摇的 那么康熙的那些皇子们 他们的大妃 就是郑妃 嫡妃福晋 都是出生于名门世家 我们举前四个例子 皇长子允氏 他的嫡妃 是伊尔根绝罗氏 那么他的老战人 人是立不上书 就像人事部长 组织部长 管人管干部的 人是一把手 从义品 一品大员 嫡妇进 那么皇二子 就是允扔 也是皇太子 太子妃 更得注意了 更要注意选择 名门之家 所以太子妃 就是他的父亲 是郑白旗 汉军都统 那个官是从义品 那么皇三子允旨 他的嫡妃 是董厄氏 他老战人 也是一都从 从义品 到皇四子了 到印真这了 那么印真的嫡妃 他是内大臣 费阳谷之女 从义品 康熙皇帝 也是精心选择的呀 这内大臣 就是康熙皇帝的身边人呢 所以你看 康熙皇帝的皇子们 他们的嫡妃 都是由皇帝来决定的 雍正也不例外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中宫皇后 他的嫡妃 当时的嫡妃 是康熙皇帝给他选中的 下面呢 就在其次了 康熙皇帝 倒是鼓励他们 多找老婆 但是下面他不管 一般都不管 所以呀 在这个档案中 就记载着 说这个中宫皇后 是秀玉名门 是从义品的 一个大元的家庭出身 大家闺秀 大小姐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中宫皇后的 第二个资料 就是人家非常的优秀 素质高 高素质的一个女人 有什么标志啊 首先这个中宫皇后 她非常的孝顺 对于女人来讲 孝顺是关键的 做人媳妇 百事孝为先 就在皇家里面 怎么表达这个孝势 皇帝也是一样的 他的家庭里面 这些儿媳妇们 都要到皇帝那去伺候着 到她的婆婆们那去伺候着 看看谁最孝顺的 人家雍正这位乌拉那拉氏 是最孝顺的 人家早来晚走 早来 就是等着来 然后很晚的回去 所以档案中说 她沉昏成岩 早来晚走 非常孝顺 这婆婆公公很满意啊 这媳妇是不错的 是合格的 没看走眼 那么人家这个 中宫皇后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仁慈 说仁慈啊 对于后妃来讲 尤其是皇后 这一条是至关重要的 果真像《真正环传》里面 讲的那样 这个皇后那么不仁慈 那皇帝将来的子嗣怎么办呢 后宫不时掀起 轩然大波 后院齐火 那皇帝还用干别的吗 所以啊 选一个后宫的主人 她非常仁慈 有着仁爱 仁慈之心 这是很关键的 那你这那拉皇后 也很仁慈啊 对于公正的妃嫔们 说我们都是姐妹呀 大家放心 我管理是这个很公正的 我们对于咱们共同的丈夫 我们是公平竞争 不是说飞到我的宫里面去 我来给你们拿 不是的 皇帝爱到哪去到哪去 皇帝宠爱你 那是你的福分 皇帝不宠爱 那是你要努力了 公平竞争 对于她的太监和宫女 这些下人们呢 也很仁慈 告诉你们啊 不要紧张 犯下小错不算什么 不要紧张 直错了就改 所以表现出了一种 极为仁慈的这样一种心态 那么答案中记载 是她歹下为人 非常仁慈的一个性 那皇后的第三个素质的表现 在于她非常的勤俭 这也是皇帝选择后背的一个标准 因为满族发向于官外 那时候很坚固啊 条件呢 满族人在官外的时候 就是很艰苦 所以人家还是非常的注重于简朴 当年这个顺治皇帝 废掉他中宫皇后的时候 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 就是这个皇后很奢靡 说吃饭的时候不是这个金器银器 就摔了 摔掉 不要 这不行啊 所以这个顺治皇帝坚持 一定要废后 那这纳拉皇后 她知道这样的历史 实时自警 尤其是这雍正皇帝啊 在早年下过一段预指 严厉 要节俭 他说 玉膳房 凡粥饭 及瑶转等类 实必有余者 切不可 偷弃勾取 这个玉膳房下于止了 说你们这吃剩的这饭 严禁把它倒到沟里面 就给倒掉了 这不行 那剩饭怎么办呢 就皇帝说了 说你剩下饭之后啊 给下人吃 太监宫里面吃啊 说太监宫里面吃不了 怎么办呢 给猫狗吃 猫狗吃不了 把它晾干了 喂鸟 绝不可以随便剖掉 非常的勤劳 晚上的时候啊 人家点上蜡烛 干什么呢 做衣服 做真线活 非真走线 做得非常好 在后宫里面 人家真线活 做得最好的 最棒的 就是中宫皇后 所以你看人家 勤俭持家 这皇帝把这个后宫 交给他放心呢 那么另外一个素质 就是他非常的温柔 这个中宫皇后 性格 也不像这个 这个甄嬛传里面 说的那样的有些 那样的一种性格 而是非常的温顺的 温柔的性格 在这个雍正做皇子的时候啊 九子夺敌 异常残酷 所以啊 雍正皇帝 时时提着心 很担心 一旦被发现 一旦被发觉 父皇想怎么处置我呀 不仅前途没了 也可能性命堪忧 所以啊 雍正皇帝的心 永远是提着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到皇后宫里面 皇后会平复他惊恐的心 中宫皇后啊 不乱说话 但是呢 能够以他的温顺温柔 来平复皇帝惊恐的心 那么雍正皇帝 那么雍正皇帝做成皇帝之后啊 成为各方的众矢之地 心力交瘁 心神不宁 吃不下 睡不着 这个时候啊 到东宫皇后的宫里面 皇后会平复他愤懑的心情 给他调理 给他调理 所以雍正皇帝评价他 说柔家住于昆虎 在后宫之中 人家的温柔 这种加美的品德 是最大的 给予很高的评价 那么他最后一个啊 很好的素质就是 人有母仪天下的威仪 你光这个 和颜月色也不行是吧 人有威仪 我们看他的朝福相里面 这个中宫皇后啊 非常漂亮 淡不狐媚 非常的这个啊 敦庄秀美 而且有威仪 典型的母仪天下之范 表达出来这个中宫皇后 这样一个母仪天下的威仪 所以人家素质非常高 是一个大家闺秀 素质好的女人 那么我们发现 他第三点就是 第三个资料就是 这个中宫皇后 好像肚子挺争气的 也生了一个男孩 一个皇子 这很关键的 说女人啊 在那个年代里面 他们认为啊 不生育 那简直就不是女人 是吧 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人 那么孟子 黎楼唱说 不孝有善 无厚文大 说生了女孩子 还不算说 一定要生出男孩来 那你才是一合格的女人呢 所以人中宫皇后 在康熙三十六年的三月 阳春三月 人家生育了一个皇子 这一年呢 雍正皇帝十九岁 非常高兴啊 夫妻俩啊 你看 这个是大老婆 又生了一个大儿子 这是一个 嫡子啊 所以抱有很大希望 非常的高兴 就绞尽脑汁 给他起个名 叫什么呀 思考来思考去 起了个名字 叫做红灰 灰什么意思啊 说文中说 灰光也 光就是希望 所以 红灰就成为 夫妻两个最大的希望 将来做不成皇帝 那当然王爷继承的时候 也是人家红灰的呀 说做成皇帝了 那么这个孩子 将来是要继承我为帝的呀 抱有这样大的希望 所以夫妻两个十分高兴 性格中的严苛和冷酷 让雍正帝恢复了 凡多后世骂名 然而对于那拉皇后 他却表现出难得的温情 渐进关注雍正和他的甄嬛满之 母仪天下的背后 那我们看出来了 这个雍正的这位中宫皇后 这位嫡妃乌拉纳拉士 雍正皇帝非常满意呀 太好了 素质太高了 没看楼眼 非常优秀 那么雍正皇帝 以怎样的一种心情来报答这位中宫皇后呢 那是以一种非常尊敬的心情来礼遇她 于是就给这个中宫皇后画了十二幅美人图 档案称之为玉荣 那这个著名的清空史专家杨新老师就考证 说这十二幅美人图 是雍正皇帝和画家一起共同思考 创造出来的 这个美人图的模特 就是嫡妃乌拉纳拉纳拉士 也就是中宫皇后 以她为模特 创造出了十二幅美人图 我一个一个讲给大家 一个就是美人照镜 皇后手拿把镜 知晓自己容颜的变化 三省无身 拿着镜子照着 看看自己的容颜变化 有什么地方不符合规范没有 三省无身 那么美人持表 这是个名字 美人持表 那皇后拿着石表 一个钟表 了解到岁月的变化 不让岁月蹉跎 要把握住时光 人生是短暂的 那皇后品名 皇后拿着茶杯 喝茶品名 体现她高雅的文人气质 皇后观书 皇后坐在那里面 扮演书卷 诗书文化了然于胸 诗书文化都有所了解 素质高嘛 然后美人碾珠 皇后啊 手里拿着佛珠 表现她沉稳淡定的心境 美人逢衣 皇后在红蜡烛之下 飞跟走线 勤俭持家 做衣服 表现出勤劳的美德呀 然后美人如意 皇后手持如意 欣赏着开放的牡丹 体现她富贵如意的神态 然后美人观竹 皇后已在门边 看着竹子 体味竹子 勤高的一种品性 那么美人赏梅 皇后坐在那里面 看着窗外 锐血中 怒放的梅花 体味梅花 生命的毅力 美人赏蝶 皇后 手里拿着葫芦 看着纷飞的蝴蝶 自警自己呀 一定要多生孩子 为皇家做贡献 可不就叫葫芦 有多子多孙 这样一种寓意呀 所以呀 自己警醒自己 要多生孩子 然后美人观竹 皇后坐在那里面 看着墙上的鸦雀 乌鸦和喜鹊 遥想当年 鸦雀救主的故事 据说呀 当年 诺尔哈赤 遭到险境 是乌鸦和喜鹊 救了他的姓名 人家怀救 怀骨 然后美人建宝 皇后坐在多宝阁前 鉴定珍宝 体现他极深的文化功地 没有文化功地 何以建宝啊 所以你看 这十二幅美人图 雍正皇帝下令 把他挂于各宫 挂上去 让那些真宦们 都向中宫皇后学习 你看人家 素质高 品德好 要以他为榜样 大家检讨自己 看看有什么不足 向人学习 作为一个楷模 一个表率 电视剧真宦传 受到热捧 那么这位真宦 是否确有其人呢 他的历史原型 到底是不是 乾隆帝的生命呢 敬请关注 雍正和他的真宦们 之真实的真宦 在真宦传中 皇后参与其中的后宫争斗 让雍正帝左右为难 然而在正史堂中 雍正帝的这位乌拉拉拉皇后 却是知情达理 温柔贤良 深得皇帝崇拜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 看称完美的中共皇后 她的生活 却也是历经坎坷 始终不能尽如人意 这样看来我们说 这个中共皇后 也太随心了 丈夫疼爱她 礼敬她 拥有着这样好的一个运气 是不错的了 但是啊 我们查阅史料的时候发现 真的是这个中共皇后 还有很多坎坷的事 还有很多不随心 不如意的事情 一个就是希望之光 刚刚点燃就熄灭了 什么事呢 就是自己的孩子 红灰 这是她的希望 这是夫妻两个人的希望 这孩子很优秀啊 中共皇后 嫡出 这个丈夫又给起了一个 非常好的名字 使两个人共同的希望 共同的接近 但这孩子 真是寿命不永 只活了八岁就死掉了 我说那个时期 在皇宫里面 应该医疗条件不错呀 但这个孩子 仅仅活了八岁就死了 所以她的死 使得中共皇后 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雍正也很伤心 雍正皇帝也十分的伤心 那这位 这个中共皇后啊 自此之后 她的身体状况 一天不如一天 每况愈下 可以说是 那么第二个 不思心的事情 就是 她运气不太好 职称 晋升 不顺利 说本来这个丈夫做了皇帝 自己作为嫡妃 成为中共皇后 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啊 顺利成长的事啊 那有什么 这个坎坷事啊 雍正做皇帝之后 不久 不到半年的时间呢 雍正的生母 当今的皇太后 就死了 突然死亡 在雍正元年5月23日 皇太后死了 进入了国丧期 太后一死 那是国丧啊 普天之下 都得为太后扶丧 那么这个时候 皇帝批业奏指 都不能使诸批了 要使蓝批 用蓝笔批 一切娱乐活动 全部禁止 为皇太后扶丧 所以啊 进入大丧期 虽然这个皇后啊 被称之为皇后 但是你没这儿啊 你有什么凭证啊 你说我是教授 你教授你有资格证书吗 没有册文 没有资格证书 这个中宫皇后 只是一个 这个口头上的陨落 所以这中宫皇后 心里面也有郁闷的时候啊 也就是你看我 但是还不是很快 就能够给他加封上去的 国桑期持续三年 要持续三年 才可以啊 行册封礼 才可以解禁 才可以干其他的一些事情 所以一到永正三年 这位中宫皇后 她的职称 才被啊 顺理成章的 如期的得到 中宫皇后的册文 这时候这才下来 这职称啊 才被人认可 所以啊 她运气 有点差劲 那么第三 中宫皇后啊 遇到了一件大难事 可以说是大祸临头 那么到雍正八年的时候啊 这丈夫雍正皇帝 她病了 说雍正皇帝病了 有什么新鲜事啊 有什么新奇的啊 雍正皇帝本来啊 身体还能够支撑 啊 处理政务 虽然很辛苦 但是呢 除了一些政务 除了一些事情 还能够坚持得住 没什么大碍 可是啊 到雍正八年 雍正皇帝的宠臣 最宠爱的弟弟 十三帝允祥过世了 这让雍正皇帝啊 心力交瘁 他着急啊 他上火啊 于是他病倒了 这一病可不大喜啊 这个就可不得了了 他这一病 忠公皇后 伺候着啊 而且日渐沉重 一天比天严重 到雍正九年啊 开春 眼看不行了 雍正皇帝看不行了 怎么办呢 赶紧安排后事吧 这把皇后急的啊 那么雍正皇帝啊 在十四天之内 就连下四道遗嘱 安排后事 不行了 开始安排 那么首先呢 他把身边的大臣 重臣张廷玉和鄂尔泰 叫来 雍正说了 说你们两个呀 是我的骨功大臣 将来 万一我死了 你们要啊 做顾命大臣 那么首先呢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说这个皇太子是谁呀 这是最关键的呀 我在雍正元年 就已经把他名字写好了 放在正大光明点的后面 这个人是谁呢 就跟这个鄂尔泰和张廷玉 耳语了一番 不能被人听到啊 秘密的透露出去 这个皇子就是弘历 所以最早知道这个继承人的呀 那是人家鄂尔泰和张廷玉 两个人呢 墨迹于心 那还不敢说呀 于是 雍正皇帝开始交代后世 但是交代完了之后啊 雍正皇帝我们都知道了 雍正九年年没死 身体呀 逐步出现了好转 逆转了 那个御医们 给他调理 他心情也放松了 这些事我都交代好了 哎 身体反而出现了转机 但这件事啊 却把皇后给挤坏了 他一病不起 在雍正九年的时候 你看皇帝没事 他倒下了 而且病事啊 来势凶猛 来势很凶猛 到九月二十九日这一天 居然一宁呜呼 哎 他死了 你看 他的去世 这真的是一个意外 本来这皇帝有病了 皇帝下遗嘱了 没你什么事啊 这皇后 着急上火病倒 然后一定不起去世 那么中公皇后的死 这个事情啊 报到雍正皇帝那 雍正皇帝听了之后 大吃一惊了 哎呦 我说近来没看到他的身影啊 雍正皇帝提出来 一定要到他的宫殿里面去 见皇后最后一面 跟他告别 大臣们说你干什么去啊 你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啊 说您身体还没有康复呢 这个雍正说这我知道 我还不知道我的身体吗 我能坚持 我们做了四十多年的夫妻 难道我不应该送他最后一程吗 坚持 一定要去 这王公大臣呢 极力阻止 就是不上去 不行 说您到那去 主要是干什么事呢 我们奴才去干就行了 雍正皇帝说了 我要做一件最关键的事 什么事呢 答案既然 与亲与亲与含烟 我要亲自去 给他放嘴里面 往嘴里面的这个压一件东西 这是一个什么风俗啊 那么在资料 《公养传》里说 说含者和口头食物 这个意思 就是在人 临终之际 感到尸体 还没有完全僵硬以前 要把嘴掰开 压尽一些东西 因为你人完全死了 牙管紧闭 你是掰不开的呀 所以一定要在刚刚咽气的时候 把嘴掰开 然后压尽东西 那么作为皇帝 要压禅 压禅 因为《公养传》先生讲过呀 说天子 以禅压舌 因为这个禅 它就是一个知了的邪音 也是佛教禅教的邪音 把禅压住 可以超生转世 那知了褪皮 是有含义的 也不能乱放东西 那么后妃呢 用猪子 用猪类压舌 所以这个清朝的这些后妃们 都压珍珠 那地位高的皇后 压大东珠 大珍珠 那么地位低点 疑似地减 民间也压 压一些个茶叶的压 还有压木屑的 总之要压些东西 这个意思啊 就是先人操劳一生 不能做饿死鬼 你嘴里没东西 空口而去 这个不忍心 同时呢 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也免得乱说话呀 你把舌头给它压住 就不会惹口舌之灾 就放心了 所以啊 他们有这样一个习俗 雍正皇帝就想到 他在皇后宫里面去 做这件事情 给它压舌 但是呢 王公百官 极力阻止 说不好 您身体刚刚复原 一旦去的话 把嘴里掰开了 这死人呢 是有最后一口晦气的 如果喷到皇上脸上 那岂能得了 阻止了雍正皇帝 雍正弟呀 听从了百官的意见 没去 让别人 嘱咐别人 把这件事给我办好 那么接着 雍正皇帝下旨 全国服丧 进入大丧期 下遭御职 挫朝五日 不上班 干什么呢 全部为皇后扶桑 进入了隆重的国桑期 不许剃头 说谁剃头了 那就要严厉处分 在百日之内 不许剃头 不许或禁止一切娱乐活动 国桑开始了 同时啊 他给这位中公皇后 绞尽脑汁 下了一个嗜号 那么答案中记载 四年测试为 孝敬皇后 孝敬皇后 那么后妃 尤其是皇后 上嗜号这件事情 就是盖棺定论 怎么结论呢 怎么为这个皇后 做最后的结论 给上嗜号 就是一个关键 那么有的皇后 为了死后 留着一个好的嗜号 甚至于生前 向皇帝请示 要 比如乾隆 就有一位皇后 中公皇后 复查室 在生前那时候 就跟乾隆申请 说我死之后 要是能够被嗜号为孝贤 那我太知足了 太满意了 乾隆皇帝 在他死之后 就满足他的要求了 给嗜号为孝贤皇后 说这嗜号 第一个字是固定的 孝字 皇后都是孝字 所谓百世孝为先 所以清朝所有皇后的第一个字 都是孝字 那么第二个字 就是一个关键的 所以雍正皇帝 私宠了半天 就把这个敬字 作为他的嗜号 成为孝敬皇后 这个敬 有尊敬 礼敬 恭敬之一 这样看来 这个忠公皇后 在九泉之下 也可以明目了 这个嗜号真的是不错 那么这个就是忠公皇后 这个雍正的这位乌拉那拉皇后 她的历史真实 她的真面目 那么我们这样看来 她和甄嬛传中的这个皇后 还是有着很大的反差的 那我明天呢 讲给大家讲解雍正帝的二号甄嬛 西贵妃 这个西贵妃呀 有很多神秘的事情 明天 我会给大家见 我会给大家见